欢迎收看小高 全红蝉此前出席赠车仪式 因为全程没有笑容 被质疑心情不悦 之后还被拍到 在后台腰伤 发作疼痛难耐 令网友十分心疼 大家都期待 全红蝉的身体赶紧好起来 很显然这个国庆 全红蝉的心情又好了很多 自上次中秋离家后 全红蝉再次回家过国庆 而且这一次 全红蝉还有姐妹弟弟 一起去拍摄《簪花写真》 姐弟几人的状态 也罕见袒露于人前 全红蝉姐弟几人 合体拍摄《写真》 除了全红蝉本人 晒出的海量合影 还有网友晒出的 第三视角照片 当天全红蝉的心情 显然相当不错 做好造型之后 和游客亲切的合影 虽然是一名奥运冠军 但全红蝉丝毫没有架子 她依偎在游客身边 表情乖巧 姿势傲娇 还不忘朝游客一侧挥着头 心情显然非常不错 当然全红蝉和姐妹合影时 就更加开心了 全红蝉和姐姐妹妹 一起在门口凹造型 她并非因为 自己是奥运冠军的身份 就站在C位 而是和妹妹全红蝉 各站一边 让姐姐全红蝉站在C位 之后全红蝉又和姐姐 单独合影一张 无论是大合影 还是自己独拍 全红蝉的小表情 小动作都接连不断 好心情掩盖不住 不过比起全红蝉的姐姐妹妹 大家更关注的是 全红蝉的弟弟全静鹏 也是一名跳水运动员 全静鹏2011年出生 今年13岁 但已经拿过很多的跳水荣誉 2022年 全静鹏在广东省 第16届运动会 竞技体育组跳水比赛 获得团体项目铜牌 2023年 参加青少跳水锦标赛 获得双人3米板第4名 2024年 获得男女双人3米跳板的第6名 还曾拿到过 全国选拔赛的前8名 如今 她在湛江市体育运动学校 进行跳水训练 早前全静鹏和全红蝉的合影曝光 常被错认成姐姐全红蝉 这次全静鹏和全红蝉 和体拍摄写真 两人的相似度越来越高 网友直呼分不清 直言基因实在太强大 全静鹏和全红蝉越来越像了 这次全静鹏也挑战了簪花造型 虽然姐弟俩一黑一白 但站在一起 还是让人傻傻分不清 有网友表示 全静鹏和全红蝉 只有一个质的区别 不过全静鹏和全红蝉 虽然长得像 但性格却全然不同 全红蝉率性可爱 合影时鬼马姿势不断 再看全静鹏则有些拘谨 望着镜头的眼神 也有些怯生生 有网友认为 全静鹏这是被迫营业 但有人认为 全静鹏只是有些害羞 毕竟他才13岁而已 还是第一次挑战簪花造型 感谢观看